5月21日五十二十八分,中国在西昌微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四号禀运带火箭,成功将探阅工程长额四号任务,缺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,突围发射现场,中兴设发良科研设,中兴设北京5月25日电,孙子大太基兰,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,国家航天局5月25日晚发布消息说, 北京时间当天21时46分,探阅工程长额四号任务,劝桥中继星,成功实施进院制动,进入月球至地月拉格朗日L2点的转移轨道,当晚21时32分,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,地面科技人员发出指令,之后发动机正常关机,根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,实施谣测数据监视判断, 进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,据介绍,由于成真四号兵,运在火箭发射精度较好,根据判断准则只需进行一次,进月制动时, 却桥中继星飞行过程中,一次关键的轨道控制,中继星飞临月球附近时, 即将对速度高于月球逃逸速度,有效减速制动,对卫星进入月定转移轨道直观重要, 后续,却桥中继星,于即将在月球至地月L2点的转移轨道飞行约4天后,到达地月L2点附近, 此后经过多次轨道,捕获控制及轨道修正,进入环绕地月L2点的HELLO使命轨道, 开展在规测时,天线指向标定和中继通信链路连条, 4天前的5月21日清晨,中国在机昌微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四号兵月带火箭, 成功将车桥中继星发射升空,车桥中继星,是世界收合运行于地月拉格朗运L2点的通信卫星, 将为年底的机实施的长额4号月球探测任务,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